全油管最快新闻,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性病爱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主任吴尊友于10月27日离世,享年60岁。 吴尊友的母校安徽医科大学设立了吴尊友奖学金,筹款超过目标额50万元。 该奖学金将用于资助公共卫生学院学子,培养更多优秀的公共卫生人才。 吴尊友在艾滋病防治和新冠疫情期间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支持。 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,自己的工作投入与许多一线工作人员相比微不足道,他们更辛苦,付出更多。 吴尊友的离世对公共卫生事业是一次重大损失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